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广东台山人 我们开店到现在差不多11个月了 差不多一年了 然后这个店怎么开始 就是大概一年前 就是突然就想 因为广东肠粉 是我们广东人从小到大 每天都要吃的东西 但是自从我移民到美国之后 我这边就没有吃到一种 就是像我家乡那种味道的肠粉 而且发现我身边非常多的 台山的一个故乡的人 所以我就想 为什么我不能把这种东西 从我们家乡带到这边来 所以就想着就开一个肠粉店 因为我家族以前在台山那边 是以前有做过类似这方面的 所以我当时就是回国去 找了不少的别的 一些好的商店做对比 然后才去拜师傅 然后去学了两个半月 才学要带回出来这边 这个很奇怪 当时我觉得 长文是一种非常清淡的东西 我觉得很多人会不能接受 但是不是这样的 很多外国人一些比较注重健康啊 特别是一些小孩子 还有老人家 他们就特别喜欢吃 因为他比较健康 容易消化 所以也挺多人 挺多人就是不断的回来回来的人 刚开始只趋限于 刚开始那时候是 广东人比较多 因为很多北方人 或者外国人 或者韩国人什么 他们都不知道这种东西什么 从而他们不去尝试 而后面慢慢的有人吃过去介绍 慢慢就介绍 就韩国人 美国人 墨西哥人也挺多的 这些料理全都是在本地 就是从这边本地去进的 一万 街上一些杂费一万三千多 是非常大的负担 因为我们刚开始只是一半嘛 然后慢慢的客流量也多了 所以我们就把别的 另外一半拿下来 所以暂时负担是挺大的 《长粉王》 其实我取这个名字 不是想说我要称王 只是我给自己定目标 我要就是做的 不断的去变好 去慢慢的做的 能就是 当得起这个名字 这样给自己一个鼓励 也不是说一定要称王什么的 目前为止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是 下一年可能会在唐人街或者曼哈顿那边 去带给一些更多的国际的旅客 国际的朋友 对 因为在这边也是区限于 就是给美国人带美国朋友 还有一些北方朋友 可能一些周围的朋友 但是你到曼哈顿就是把它介绍给全世界的朋友 我一直我不觉得我是生意人 因为很多朋友跟我说 为什么你做生意 你不是去把每一种材料或者一些什么去削减 去拿起最大的利益 我是属于我们能用最好的原料 不管我们货多少的成本 我们都要把它做 只能做得更好一点点 我们就不计成本 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想去真正去做一种好东西的人 太多困难了 从开店 从想开店登上飞机那一刻起 我们就不断地遇到各种困难 一些机器方面的困难 还有一些 因为国内你去学 国内的所有原材料 包括米或者任何一种原材料 在美国这边都找不到的 所以我们需要每一种材料 都去自己慢慢地研究 慢慢去试 去找一种适合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法拉圣这边是一个比较能包容各种地方的小吃的地方 所以我当时选择了在法拉圣 首先我们要把它喷上油 然后放水 没有把鱼它 正好 像我们甚至于 他 laid到鱼 有把鱼 要把鱼 再拿鱼 要把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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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它要裝大概兩分鐘 一分半到兩分鐘 哦 有沒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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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ys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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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好 然後就交出一個洞 要把它捲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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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时,它最大精神的主题的真的都超出所北的 派逃 oder mobil 2022 整体也打造成我这里的 我十七岁来到美国的 然后是我爸爸أ equivo过来的 我喜欢法拉圣的 bic ataque 我喜欢点起地方的…… 比较都 indicates个原因 比较干净一点 比较干净一点 你开这个店在法拉上是觉得可能他们会接受你的生意会比较好 我是觉得在法拉上这边我的名气能传得快 如果你的东西好的话你需要去宣传 但是我觉得这边人流失中国人比较多 所以选择在这边去宣传这一片 所以才开在这边 那其实因为你说你17岁就来到了美国嘛 那你觉得17岁之前说你在中国 那你觉得你比较喜欢中国的生活方式还是美国的生活方式呢 我觉得两个我都挺喜欢的 中国比较没那么紧张啦 而在这边你就非常多的东西要去负担 所以你要想很多东西 那你觉得你还适应这些美国的文化吗 我挺喜欢也挺适合就是能适应的 那你觉得有什么分别呢 分别很大 这边生活节奏比较快一点 在我生活以前在中国生活那地方 那个节奏都没那么快 会订阅一下 大家俩做的 在所 är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